南瓜色等於 南瓜水 安排水 餐廳 南瓜 湯 山天 海津 南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那种大的狗也有 小的狗也有 就是很可爱的狗也有 然后愁可爱的狗也有 哦 反正就是这边真的是 身为一个没办法养宠物的人来说 光用看的 住在这一区真的是蛮开心的 今天其实我的代搬事项还蛮多条的 但我就是随缘 就是看能够做完几个就做几个 那我现在想要来简单的 Garrity化妆一下 我感觉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妆容相关的东西 所以今天就简单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最常化的妆 对 然后这个不是广告 全分享 我的头发现在真的是 好尴尬 我不知道为什么 长得很奇怪 好像是公鸡 首先是Foundation 我用来用去还是觉得 Lancome的这个 All Day Wear Retouch Free Foundation 很好用 它唯一的缺点是 它这个盖子非常容易剥落 所以如果一个不小心就是 啊 然后盖子就飞出去 可能只会发生在我身上吧 会不会有点暗啊 好多了 好 换一个角度 这一罐呢 我觉得它的妆感就是 真的是属于轻薄自然的 但是它的遮瑕还是 有一定的校正肤色啊 或是瑕疵之类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进入秋冬之后 我的皮肤开始变得很干 就是真的很干 这一罐是我的Foundation里面 唯一一个不会让我的脸 看起来很Cakey的 妆感大概是Joyang 然后我的色号是B02 再来画眉毛 这个是Shu Uemura的眉笔 这个其实是Agnes给我的礼物 我其实我在想要不要去 闻眉 因为我的眉毛呢 很肆无忌惮 所以就想说是不是直接去 给人家修啊 闻啊 就一劳永逸 也不是一劳永逸啦 但至少不用 每一天都要 去 呵呵呵呵 其实我的妆容呢 会改变的 大概就只有眼影的颜色 對 就這樣子 我最近最常用的眼影盤是這個Huda Beauty的Nude Medium Palette 這個是Crystal送我的禮物 它裡面有九個我覺得偏紫色調的顏色 其實我剛開始並沒有特別喜歡這一盤 因為我覺得上在我的臉上有點太紫紅了 你知道我有點就覺得我自己駕馭不了 但我上次看到我朋友的眼妝 然後他說用這一盤的時候我想說 原來這一盤可以畫出這種感覺的眼妝 我現在很難解釋這個感覺是什麼感覺 我通常會先用這兩個顏色打底 不過它有一個缺點是我覺得它的粉啊 蠻飛的 所以大家自己要小心 內霜 花這麼多其實只看到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會用這個金色跟紅棕色 像在眼皮上面 眼線就是很隨意的加在眼尾 這個一樣是至愛的E2House 這個真的很厲害 有看到嗎 有 沒有 這個差距 然後最近喜歡的唇色呢 就是這個Himmie的Lup Cream Mousse 那它的顏色是02號Dusty Siddhar 我的 Everyday makeup就這樣完成了 來 我會想說 在眼皮上 水中的水 有不少的水 有不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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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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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做Mento嗎? 對,沒錯 你很瘋狂 你喜歡藥酒嗎? 藥酒 我沒有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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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準備出門 但是在出門之前呢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我最近入手的兩件睡衣 我的睡衣到現在都還是同一個品牌買的 就是這個名字 那我都是跟韓國代購訂的 所以我會把我買過的韓國代購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問他們 首先第一套就是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 有點南瓜色的 那它的材質其實比我之前買的 我拿給你看 它的材質比我之前買的這個春夏版的 來的厚蠻多的 春夏款的摸起來比較偏麻的感覺 然後秋冬款的就是綿的感覺比較多 我要講廢話嗎? 加上這個顏色實在是太秋冬了 我自己超愛 第二套就是 這個顏色是深藍色的格紋 剛才我是LIVE穿的這一件就有人跟我說 看起來很像 香港醫院的病人服 問號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但我覺得跟剛剛這一套比起來的話 藍色這套的材質跟剪裁 我覺得都比較硬挺一點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這個好像也有男女款的 所以你可以情侶一起穿睡衣 多可愛 雖然我現在 那我現在要準備出門 因為我 需要再添購幾個置物的櫃子 以及我想去看一下 有沒有我喜歡的聖誕樹 對我打算 今年買一顆假的那種小聖誕樹放在家裡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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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